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們要倒了嗎 店面荒一缺很錯愕 燈光昏暗 收拂地外拉紅龍 南港加勒服 營業長達三十年 突然貼公告宣布暫停營運 民眾路過全停下腳步 多看一眼 全台北第一街 南港加勒服內部做調整 八月八號開始 暫時說拜拜 何時重新開幕還沒定案 多年老主顧捨不得 就是少了一個購物的地方 周邊住的環境的話 就是這幾個地方 跑內服又太遠了 很方便 對啊 南港 然後車站什麼的 所有東西都超方便的 這邊 它完全什麼時候在開 我們真的是不曉得 考量策略整合 老店不得不調整 加勒服早在六月初 砸三十二億 確定併購頂好 和旗下Jasus超市 晉升為全台第二大通路 零售市場競爭 加勒服併購後 除了原先大喜賣場 頂好掌握中產階級 以身先為主 Jasus百貨 傾向金字塔頂端 整體客群範圍廣 而全聯 全台超過千家門市 還是穩坐通路龍頭 深入社區 專攻家庭主婦 主打價格最便宜 加勒服併購了 頂好跟Jasus之後 它其實更能夠深入社區 以最便宜作為利基 消費者 其實對這樣的一個訴求 還是沒有辦法抵抗 通路排名洗牌 雖然美聯社被擠到第三 但可以買散彈 散米 類似加勒店 還是有優勢 超市量販 形態有差 靠併購提高市占率 三強競爭 三連新聞胡克強 曾家宣 台北報導 超市民主要販 新南部市民主要販 等房項 零